一声巨响 中国间谍气球被响尾蛇 飞弹击中 台湾时间5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定在这一天踏上中国访问 却因为一颗气球 美中破冰 宣告瓦解 这颗间谍气球从中国而来 横跨东北亚 一路从阿拉斯加经过加拿大 进入美国国土 被视为寝门踏户 一颗气球牵动外交政治 中方强调这不过就是科研气球 反抗美方小题大做 美国夸张地用能力强大的F22 去狙击移动缓慢 不具有任何攻击性的中国民用飞艇 当成火把子予以击落 美国国内对中国狂躁的非理性声音 压倒了专业与克制 中国外交部不但表达严正抗议 对布林肯眼后仿中 更自找台阶下 上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美方发布有关消息 是美方自己的事情 将见不如不见 中美关系进入新冰点 而归根究底 气球偏偏在布林肯 仿中前夕释出 时机敏感 专家解读 有可能正是下马威 究竟是中方自导自演 还是打错算盘 不得而知 一颗气球乱入 美中各自表述 使得僵化的美中关系 回温假象 硬生生被戳破 散离新闻 金区会报道 大家午安 我是王主持人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本来是要访中的 结果突然喊咖了 就是因为 中国竟然偷偷布了 间谍气球在监视美国 好美国北部上空 现在有一颗 那还飞过了好几个战略妖地 那现在怎么样呢 直接被咻咻射下来了 被美国最长的F22战机 发射了响尾蛇 飞弹直接击落 这颗在美国至少是待了 五天以上了 而且不止一颗 第二颗已经发现了 在拉丁美洲 哥斯大一家 现在说也飞过了一颗 所以美国官员说 可能五大洲通通都有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找呢 好这个间谍气球 光尺寸就有三辆巴斯 那么样的长 而且据说 它的征搜能力 比卫星还要来的厉害 但是除了侦查 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 包括运输的功能呢 但是中国这边 当然不可能承认说 这颗气球是有军事用途的 好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是气象用的 不小心误入美国了 所以就把这个倒霉的 中国气象局局长 这一个倒霉鬼给免职了 好但是真的这么简单吗 现在微博 已经开始控制评论了 那布林肯不来啦 中国也只能找个下台阶 说我们从来都没有 宣布欢迎布林肯 但现在影片来了 直接被打脸 但现在对美国来讲 是不是双赢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 难道只是有监视用途吗 现在有专家说 可能美中关系 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近期 中国可能准备要开战了吗 现在美中关系 如果真的要改善的话 除非奇迹发生 但布林肯说呢 他访中还是会去的 预计是在二月底 那二月底 这个访中行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也就在看了 好就像是这个中国 对台湾呢搞统战 又丢出了糖衣炸弹来 现在还有最新的宣传片 这个一大堆也呢 拿着金门高粮在干杯 哇塞 这个元宵节认亲 让大家觉得 有点恶心巴拉 还毛骨悚然 但是呢 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呢 后天又要再度访中了 这一次说什么样的任务呢 说有重要的政治任务哦 所以难道是朱一轮 为了2024 要得到北京的认可吗 还是是为了郭朱沛吗 还是是之前九二共事被打脸了 现在要换一个新的说法呢 那人在美国度假的郭台铭 戴上了国旗帽哦 强调自己心系台湾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因为最近发现呢 好像有郭仁氏 这个动作也蛮多的 包括王津平啊 卢家诚 两个关公兄弟呢 同时露口风 说郭台铭起心动念 感觉好像越来越明显了 包括呢 云林县的议长 当着朱一轮的面 挺朱一轮选总统 说侯友也情 难道朱一轮 有可能事先不知情吗 郭台铭朱一轮 现在不约而同的 两个人扶上了台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气球 但这一颗气球 可以顺利升空吗 今天节目上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星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亭 举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 大家好 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秘书长王之胜 举星好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气球 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布林肯本来要访中国的 但中国居然在美国上空 布了间谍气球 还不止一颗 好现在美国直接用响尾蛇飞弹 把气球射下来了 布林肯的中国情 现在先喊咖 中国等于是被美国打脸两次 但是在中国说 美国反应过度了 干嘛拿大炮打小鸟呢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呢 有些不知情的人士会误以为说 那么这次出动了全世界最强的 逆中战机F-22猛禽 那么携带了AIM-9X 就是这个短程的响尾蛇 这个空对空的飞弹呢 造价大概1100多万台币 打掉了中共一颗 间谍高空气球 这样是不是大炮打小鸟 是不是这个等于说 所会不知啊 刚好相反 那么美国这颗响尾蛇飞弹 事实上太值钱了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中共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为了一颗间谍高空气球 你要这个大惊小怪 因为刚好时机点的关系啊 美国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为什么在2月5号要去访问中国 那是因为去年11月 拜登跟习近平在G20 巴黎岛的荒废上面呢 那么两个人经过三个小时的 高峰会谈了以后 做成彼此高层 这个附专这个访问的一个决定嘛 所以布林肯这一次是六年 六年前是蓬佩奥去过 这六年来没有国务卿 美国的国务卿再度去中国啊 所以呢他本来布林肯这次去的意义是这样 但问题是布林肯这次去呢 本来就是行李如鱼 所以预估他拿不到任何这个实质上的谈判的 这个利多的这个东西啊 包括不管是台海问题 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很多问题都一样 可是问题来了 那么因为这颗气球啊 那么意外激起的 尤其是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啊 群起而公之 你看川普喊得多大声啊 要是我是总统打就打下来了 那所以让川普 让这个拜登呢 跟这个布林肯 他们承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且一句 入侵美国领土主权 哦那不得了 马上把这个中国变成抗中保美啊 所以呢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布林肯马上喊咖 喊咖以后 各位要弄清楚一件事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中断就不去 但是他会把时间延后了以后呢 压力就会变在中国的身上 现在千篇外 所有的压力球不对 都是中国嘛 连胡锡进鬼扯说 这不是啊这怎么样 后来又被打脸 承认 中国知道平常摸得承认 对不对 而且但是就讲说是气象 所以才把气象局长给免职嘛 这件事情里面最无辜的 就气象局长 因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颗球我给你保证绝对不是气象的 为什么 全世界的气象高空气球都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颗球百分之百就是间谍气球 可是现在不是在捞吗 现在把气球打下来了以后呢在捞嘛 捞起来一定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可问题是就算有些东西 中共也不会承认 中共说那是美军搞鬼的 那都是假的 他一定会咬死说就是气象 但是布林肯对外可以对中共摆出高姿态 我相信他下次再跟中国见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请问一下 我们美国不能允许你再派这种间谍 为气球来哦 然后中国说我们没有那是气象了吧 整个姿势就不一样了 态度姿态就变比较高了 对外就不一样了 然后对内呢 你看现在共和党来世兄 不是台湾有总统代算 美国也有总统大选啊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对内对外来讲 一颗ARM9X响尾蛇飞 天哪可以解决这么多困扰 而且我要我的目的是拜登说 我早就知道他在那里了 但是我评估过 他能得到的情报有限 而且我如果把他打下来 三辆巴士这么大 最悔在我美国本土任何地方都可能砸死人 美国很强调人权跟人命 所以他等到他出海溜海里以后 就把他击落 而且还有成功了 如果不成功就大条 你知道吗 所以成功了以后 告诉大家 他击落了这个翔尾蛇飞弹 事实上我们台湾之前140颗早就买进来了 然后我们又加购100颗 就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加购100颗 美国也准了 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事实是表面上讲 看起来好像是一颗高空气球 那当然中共也会很生气 过去几十年你忘了台湾的黑猫中队 美国用YouTube提供YouTube 让台湾的飞行员飞到中国去 给人家那个征照 给他拍照干什么 你还不是把他给击落 所以中共在那边叫外交部抗议 大炮打小鸟 然后官方不说 我们不排除 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 不过你美国需要派个气球 距离中国本土吗 不需要 美国的人造卫星 这个间谍卫星 在天空中听说 可以把在沙滩上看文件 那个文件派得清清楚楚 这么细 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人家的高科技已经到这样的阶段 那中共派气球 不过告诉各位 美国现在其实也大量的升空 高空间谍气球 它为了目的是什么 为的是所谓的极音速飞弹 因为极音速飞弹 不容易它非常快 极音速到六倍十倍音速 所以它可以用高空气球 你看这一次 高空气球 这是中国换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它里面一定有螺旋桨 因为它有太阳能板 所以发电电力源源不绝 它有螺旋桨的动力推力 所以可能它可以让它在蒙大拿上空 滞留时间非常的久 偏偏一勇兵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有150颗就在蒙大拿的下面 就我们刚刚讲的核子井 就是在下面 所以你让美国找到一个借口 你知道吗 找到一个借口了以后 碰就把它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我天啊 借一句中共常讲的话 犯我美国领空者 虽远必诛 你知道吗 你这次是天上掉下的一个礼物 我跟你讲 不用遇神杀神 遇佛杀 我都不用 遇球杀球就好了 所以杀球成功 美国一颗响尾蛇飞弹 杀球成功 看起来说 不就一颗球吗 不不不 他后面隐藏的是 因为中共现在想尽办法 就是要改善经济 他有求于美国了 然后二十大以后 共产党的习近平 他的根基已稳 他已经登基了 所以他不再搞那些战狼外交 他现在需要的是和气身材 现在整个中国 最糟糕最缺乏的就是钱 所以他本来可以借这个机会 拿回一些跟美国 拜托美国把这些什么官吹制裁 不要禁令啊 什么之类的 下内得谈了 减少一点 那我可以赚钱嘛 就没想要搞这个飞机 所以气象局长 你就像曹操当年的 跟阿兵哥讲的 借乳向上人头一用 你就只好被迫免职了 被迫免职了 算是牺牲者就对了 那你说响尾蛇飞弹 一颗一千一百万 那时候我想说 哎呀 很贵耶 但刚刚听瑞德哥的说法 这一颗会合耶 而且还很赚哦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胜哥 因为你看哦 习近平现在的脸呢 可能就像这颗气球一样 皱巴巴的 这个脸上无光怎么办呢 但我们说这个气球 蛮厉害的哦 不是只是像一颗气球一样 如果它真的是军用 是间谍用的 那到底是想来做什么用的呢 好 因为现在美国 反驳中方的说法 他说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侦查气球 那除了侦查之外呢 它是不是也有 更多的军事目的呢 因为它说这些气球呢 是中国多年军事侦查计划的一环 计划仰赖于一家 中国民营企业提供解放军相关技术 气球上面装设了精密的通讯设备 但实际作用还不得而知 那接下来大家知道 这里面有实际作用吗 接下来要不要知道实际作用 就看这次打下来 我觉得拖了两天的原因 当然之一是当时是说 怕在这个民宅上面 本来在南南州上面 如果打下来 那可能会击弱民宅等等的状况 它现在是飘到北卡跟南卡中间 靠海的地方 所以看到那个击弱状况 其实它大部分的残骸 是飘落在海面 那现在美国这个CIA 这个打捞上来之后 是有助于拼凑了解 中国这一颗气球下面 相关所有的设备 到底在搞什么 要干嘛的 而且甚至可以拼凑出说 你为从过去到现在 中国到底在这些气球的 运用的科技技术上面 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 这就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这种低空的间谍气球 要知道这种气球不是现在才有 这其实很古老 美国也有啊 其实啊 美国也有 各个比较其实过去都有 因为在过去 过去没有卫星的时候 其实什么时候开始有气球 其实有机可守 美国南北战争内战的时候 两边的军队就要用气球 互相的监控 甚至投放相关的宣传单 现在已经有卫星 为什么要再用这种气球 好对 其实在有卫星之后 其实在有卫星之后 气球一度被被抛弃 为什么 第一个体积这么大 行动缓慢 然后你要找得到的东西 刚刚瑞德哥讲 你卫星全部都能够更精准地 侦测到 还要气球干什么 可是随着科技的日薰月异之后 你发现不对 气球有这个卫星 无法取代的优势 就是可以把它列为 超低轨卫星的概念 第一个 因为它很慢 然后它家气球是 基本上是布面 或者是整个圆形圆面的 它的材质 不容易被雷达发现 所以你反而慢慢地飘 慢慢地挑 不容易被雷达发现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卫星是定点的 你就是这个区域 地球是圆的 我已经定在这边 我到这边跑 可能找不到 我需要第二颗卫星 第三颗卫星 那这起来到第二个问题了 气球成本低 卫星成本高 我要发射一颗卫星上面 中国要发射一颗卫星上面 一定被美国 被其他国家所有的监控住 所以卫星的成本既高 又容易被监控 气球我偷偷摸摸发上去 我说民用气象 要飘飘 飘到美国 这是风的问题 跟我无关 他就说你乱录就好了 所以重点是 他这样拍到 是不是比卫星来得更多更广 这个不一样的需求 就是卫星可能可以 这个特定的需求 他拍得很精准 很细致 可是刚刚讲的 卫星譬如说这个角度 地球是圆的 我这样拍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气球可以到处乱飘 而且不要忘了 你看这气球在美国飘了多久 换言之 他这种不容易被雷达侦测套的特性 让他加上他慢慢移动的特性 很容易让他在更定点上面 搜集到更完整 更全面相关的数据 这个数据不是只有照片 他可能包括了 他如果那个气球上面 像这个美国这个被发现的卫星气球 他号称那上面的设备是三台公车 大家想想看 三台公车是27公尺 将近30公尺的设备 你把三台公车 那设备那气球要有多大一颗的气球 那你这上面的设备有多么精密 他不是只有照相而已 他可能是拦截你的通讯 他可能是监测你所有的动态 包括了空气 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这种环境动态等等 这些数据可能可以再透过 相关的通讯设备送回中国去 所以他可以 因为他太低了 他可以收集到更多卫星 而且他定点 他可以收集到卫星 收集不到的相关的资讯 又不被被发现 就算被发现了 打掉 给盒啦 你像会择飞单一颗一千百万 我这个成本低连 我再拔就是了 这个成本差不多一颗多少钱 这个我没有 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万美金 这一定很便宜的东西 那而且你飞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可以甩锅 对不对 我现在飞过去 跟军用没有关系 这是民用气象气球 所以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 他就是做间谍行为 最重要的是 不能被人家真的发现 所以我可以甩锅 以上的特性 都让这种所谓的低空 这种高空气球 在这几年 其实美国也用 其实各个国家也用 还因为这几年相关的设备 可以做得越来越小 以前可能要很大的机器 像会塞成一台公车 可以做完很完整 可能以前没办法做的东西 这都是这几年的主要的东西 包括美军去年 其实在雷云的演习当中 也发动了八颗的 这种特殊的军用气球 所以整个来看是这样的情况 问题是 美国现在把你击落下来 那真的是完完全全 不给习近平面子了 因为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布林肯仿中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个人认为 中国是引颈撬判 高度期待 因为连新闻都传出来说 习近平要见布林肯 开玩笑 习近平何等尊贵 对不对 他不连美国国务卿 他都愿意见了 就知道中国多么希望 跟美国改善关系 所以这其实 我倒觉得说 拜登反而反守为攻 他利用 等这个气球飘到海面上 把它击落 一方面让共和党这边说 你看我也击落了 我要开始来 了解相关的状况 你共和党可以闭嘴了 对国内的政局 是有稳定的帮助 最重要的 这一打下去 中国是哑巴吃黄脸 他只能告诉你说 那个是民众的 你们这样不对 然后我们要保留一切 将来对应的手段 然后偷偷的把气象局长换下来 一切都是气象局长的错 所以这个其实是 此地无垠三百两 可是中国除了这样 还能做什么 他没有别的手段可以做了 他只能默默的 然后看看美国 会不会回心转意 让布林肯能够来到 中国去访问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布林肯要不要去 可以啊 那我要价可以提高了 我跟你中国谈判的筹码 可以增加了 你本来的规格 你本来的 像谈判的东西 我现在要不断的加码上 所以说布林肯说 最快二月底 开玩笑 这一个月东西 美国可以跟中国 在协商磋商的时候 又可以增加 对中国多少的压力 这是一个部分 所以中国这个气球 打下来之后 其实现在他心里面 揣了一弹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东西 真的是军用的话 被美国监测出什么东西来 被美国监测 他拿出这个画柄的时候 中国该如何应对 而且更可怕的是 美国现在跟全世界讲说 不只有美国有 加拿大上风也有 拉丁美洲也飞过去了 甚至之前传出 前几年 在台湾也有 菲律宾也有 南韩也有 美国说我现在可以打了 我把他打下来 以后你们其他国家 要打 照打 可以比照我美国模式 照打不误 你说中国这气球 以后怎么飞啊 所以现在习近平恐怕是 头头的摸在上 一般面要想 怎么跟美国交代 二位还要想 我这热气球以后怎么飞 最后还要想 气象局长要换身 好 所以你看 美国现在就直接把气球 射下来 他还告诉你 吴大洲都有 那以后各个国家 是不是美国也射了 我们也可以一起射 但重点来 请教冠廷 习大大现在 一定没有面子 脸上无光 但是他现在说什么 气球是气象用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知道这样的间谍气球 人民网其实有详细介绍过 就是军用的嘛 他们现在不是就睁眼说瞎话吗 而且现在美国的政府高层反驳说 中国的间视气球 还故意穿越美国跟加拿大 他们说他们相信 气球正在监视 敏感的军事地点 结果现在发现 可能至少已经飞过了 好几个美国军事地点 举心 就是中国的间谍气球被撩包 那间谍气球被撩包之后 美国一定要做一个处理 我在介绍这个间谍气球的构造之前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美国现在压力这么大 一定要把它挤下来 刚刚瑞德哥有讲 在美国国内 说真的两党竞争 民主党在执政 共和党一定讲说 飞进来了 动领空了 2月2号发现 拖了三天 你没有处理 最后美国政府一定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侵入领空的状况 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简单很简略的画了一下 它绝对不是一个在太空飞行的物体 我们都知道 在大气层上面 对流程 平流程 中气层 到卡门线100公里以上 才是外太空 这个间谍气球要飞在哪里 其实它其实只是在平流程而已 等于说 它就是侵入了美国的领空 所以你就在平流程的一个飞行物 不管你是不是间谍卫星 不管你是不是间谍气球 美国如果没有处理 中国你随便一个飞行物 可以在我美国的平流程停这么久 这件事情它一定得处理 所以最后被打下来是迟早的事 可是现在要讲 现在这一个间谍气球 它的构造 慢慢的很多军事专家发现说 跟本来想象中不一样 举行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观测气象的 还是说真的是他们讲的民间公司的 不小心一个气球飞过来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我们看它的大小 以这一个间谍气球 它的大小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初步的判断出 它的底部的结构 大小90英尺 27米 长达三辆巴士的长度 很大对不对 而且本来想说 如果急落了 你不就是一个气球掉下来而已 没有 它有非常多的转向跟监视设备 如果你今天是监测天气 监测气候 你为什么需要转向跟监视设备 所以你就是间谍气球 然后现在被进一步发现 它这个构造 仪式有什么 有控制面板 有落伞系统 有太阳能电池板 这一些设备 都不是一个一般的气象的一个气球 用途 用途 做使用 你看我们台湾正名点就跳出来讲了 一看这个样子 这绝对不是气象使用的 那现在呢 在国际上反应是什么 当被打下来的前后 大家就兴起了一个枯手风 所有人都讲说 这一颗气球啊 你说它是气象气球 其实根本就是维尼气球啊 什么是维尼气球 类似这样子的图 蓬佩奥也发 一堆推特上面都要狂发 他在干嘛 这在羞辱习近平 在笑习近平啊 上面一颗气球 下面吊着谁 吊着我们的小熊维尼 那大家观众朋友都知道嘛 小熊维尼就在讲是习大大嘛 而且这个画面非常难堪哦 小熊维尼在干嘛 在当批拼套嘛 在当偷窥狂啊 小熊维尼在上面 偷看人 偷看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但这在反凤中国什么 你习近平背后操控的 这一个间谍气球 在偷窥美国的重要设施嘛 最后我要讲哦 其实 我们大家都在分析说 到底为什么会用气球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来兵也讨论很多 在2月2号一发现的时候 很多的专家都讲说 中国是宣誓意义大于14亿 因为 本来照大家的认知上面来讲 所有这种间谍气球 所能做的事情 现在中国美国的其他科技 全部可以做 不管是GPS 不管是无人机 甚至卫星 你可以做的事情都能做 为什么一定要靠这一个 间谍气球 对 一开始这样想 想说我是故意要给你美国发现的 对 结果没想到 被美国这样子F22 一颗小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之后 大家发现 不对哦 中国做这个动作 不是只是为了虚张声势 它是真的有想要取得某些资讯 我们后来去看进一步 到底有什么事情是 只有气球能做 以前最大规模看气球这样子 当间谍气球或军用气球 已经是一战时期了 一战监测很有用 二战的时候 日本又把它拿来上面 然后在上面做攻击的用途 可是使用性越来越低 你这么飞这么慢 而且这么大颗 这么容易被发现 怎么现在又拿出来用了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长期监测 我们刚才有提到 虽然说在外太空有所的卫星 可是卫星因为地球会自转 所以如果你想要24小时 监测同一个地点 你至少要三到五颗卫星才能做到 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多的卫星量 它没有像美国的卫星量 步到你在任何一个地点 可以20小时监测 所以现在有人最极端的军事专家 判断 中国这是为跟美国开战做准备 这不是我讲的 是美国的军事专家讲的 而且也见诸于媒体了 他们认为说 你有什么目的需要24小时 看我的核弹的发射警 你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在为 如果有一天 两国发生冲突 做准备 所以现在整体的风向已经变了 从一开始讲说 中国虚张声势 故意给美国发现 到现在 中国是真的有用途 我最后讲一个数字 美国进一步公布 五角大厦 2021年到现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 美国五角大厦发现的 无法去解释 世界各国的军事 到底是 目的是什么 跟你到底在做什么用途的 有366件 其中有165件 都跟气球有关 所以现在更有很多阴谋论者 甚至军事专家认为说 气球的监控的发展 或气球变成监控的设备 可能是中国故意研发 而且在过去这两年时间 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做了相关的投资的相关资源 不然不会五角大厦都无法解释 他们到底在干嘛 以及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好 怎么会连五角大厦 都没有办法解释呢 到底这个气球 还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美国用这个香味蛇飞弹 直接把中国的间谍 气球给射下来了 很多人说 这个就是大炮打小鸟 但是以军事专家来看 真的是这样子吗 很多人说 现在美国 中国这些小鸟 一定是下歪了 真的下歪了吗 我们来连线给这个桃园议员 于北成余将军请将军来告诉我们 将军 这一次有关于美国 把中国的间谍气球 从空中击落 而且是用AIM-9响尾蛇飞弹 算是一个昂贵的飞弹 来把一个非常廉价的 间谍气球给击落 这种状况很多人看来 是不是用大炮打小鸟 那么我们要跳脱一件事情 军事的事情 还有民心士气的事情 不能用一般的价格来做衡量 因为如果让这个气球继续在空中飘扬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的空中的尊严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会让很多美国人认为说 即使有这么昂贵的国防预算 具有F-22高性能的逆中战机 还有各种空对空 射后不理 视距外的飞弹 都无法对这一个中国的空飘气球 间谍气球做任何的反制 那么以后美国空军的颜面何在 美国国防空中领域领空的概念何在 所以这一次拜登政府 为什么要在气球出海的瞬间把它击落 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不再是仅有对台湾实施统一的 最终武力敬拜的倾向 中国对于全世界的一举一动 都在积极的监视中 即使是美国这种在军事力量 全世界第一的国家上 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美国的监视 所以拜登政府这一次下令 用AIM-9响伟辰弹级落他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用机炮 用机炮来涉及这种间谍气球 因为间谍气球的外表 是用聚乙烯来形成的 那么如果你光是用机炮即使打穿 它不会立刻的这个坠落 甚至会继续的飘扬 那么这就会形成北韩的 无人机进犯南韩的状况一模一样 会让美国的空军颜面无存 这也是中国认为 美国应该会采取的措施 用一颗气球就羞辱了美国的空军 那么美国经过评估之后 用高价值的飞弹击落了这一颗气球 那么所展现的是国土的捍卫 领空的捍卫决心 那当然中国出乎意料的 美国会用这么昂贵的飞弹来射击 那这一次美国所获得的是 绝对的领空捍卫还有跟世界宣告了 中国对于全世界侵略的野心 还有它不再是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 而是要把所有的间谍 所有的情报网伸到全世界 所以美国这次的作为 我觉得虽然昂贵但是值得 如果换成了任何一个国家 用机炮的话 那么南韩的囚禁就在之前 会让你非常的难堪 那么我觉得国军应该也会依据这种状况 拟据具体的方案 以防如果到了我们台海上空 甚至到台湾上空 我们的空军该怎么办 所以美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即使是小鸟用大炮打 如果可以提升民心军心士气 让大家对于军人更有信任感 对于国防更有信任感 大炮打小鸟又有何不可 好 所以针对刚刚将军所讲的 你看就像之前不是看到无人机吗 中国无人机这样子越境 我们就直接把它打下来就对了 但我们也要请教一下立文哥 因为现在说这个气球还不止一颗 可能至少有三颗 好 因为现在说美国一出海的时候 就直接把它打下来了 一颗是在北部蒙大拿州的上空 第二颗是在拉丁美洲 包括艾克斯大利加 也有看到这样的间谍气球 现在说可能还有三颗 在其他地方活动 那现在美国官员就说 可能跟整个解放军计划 是有所关系 是的 美国匿名的官员 其实说中国的气球 它是全球性的 就是有五大洲 不只是美国的 现在美国只公布三颗而已 而且具体的地点前面两颗 被打下来的这一颗 还有在拉丁美洲的那一颗 有公布具体地点 还有第三颗 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公布具体地点 只是说有靠近美国 但是还没有进入美国 但看起来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气球的 全球的计划 看起来是真实的 那我是觉得是说 中国的气球爱飞到哪里 你爱去哪就去哪里 可是你千万不能进入美国的领空 美国这次的这个行动 是画了一条红线 是告诉你 我的红线就在这里 你的气球只要进入我的领空 我就会把它击落 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是这个 可是整个过程 我觉得非常奇怪 对 我其实我觉得是 美国拜登政府是故意的 怎么说 这个中国的政府呢 习近平呢 他是无意的 好 我先讲美国 这个气球的飞行路线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在阿拉斯加的时候 是1月28号 就进入了美国的阿拉斯加 就已经被发现 那是1月28号 好 1月28号进入的时候呢 其实中美之间就已经有在沟通了 已经有在谈判了 已经有在协调了 就是气球飘飘飘 在阿拉斯加 在加拿大无人区 那有广大的无人区 其实美国要打的话 第一时间 那个时间就可以处理了 可是呢 美国就眼睁睁地看他飘进 2月3号 飘进了美国 尤其是蒙大拿州 军事要地嘛 好 飘飘飘飘飘 飘到2月5号出海 才把它击落 中间整整 有一个礼拜 7天的时间 我相信这7天呢 这个中美之间呢 其实已经沟通过无数次了 好 中方是 美国跟他拜登政府很奇怪 你早就可以处理了 对 你就故意等他飘过整个美国 军事基地 让他游街示众 这是 没有比这个再好的 对美国人民的机会教育 这个叫做中国威胁 请你抬头看一下 中国的威胁 就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这对美国国防部 对美国政府来说 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告诉美国的人民 中国威胁是什么 就在我们头上 然后呢 这个中国威胁呢 我把它打下来 给全美国的人民看 所以呢 那颗飞弹呢 重点不在那颗飞弹的价值 重点在那个气球 被打中以后呢 像一个巨大的 苏洁卫生纸 飘落在 飘落在 这个大西洋 这才是重点 对 那我觉得中国 它真的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 你看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也很有趣 1月28号 第一时间 中国外交部否认 他否认这个消息 不要造谣 不要抹黑 对 2月3号 进入蒙大拿了 中国外交部一看 不对了 好吧 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他承认有一个民用的 请注意 中国外交部说的是飞艇 不是气球 有一个民用的飞艇 他是呢 用作气象科学研究的 他因为呢 不可抗力的原因 误入美国领空 对 中方表达遗憾 这几句话 其实承认 情理法都承认 是中国的错误了 对不对 然后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不可抗力的原因 这什么意思 我控制不了了 这个气球 我控制不了 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卫星都可以控制方向了 怎么可能这样子 这个气球不能控制方向 不知道 其实这个距离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距离 进入美国领空 已经飞了一万三千公里了 这个一万三千公里 而且他是高空的 他是六万五千英尺 两万公尺 所以他因为是高空的 所以美国的现役的军机里面 只有猛型F22 他的作战高度 是到达六万五千英尺 其他飞机都在下面 都在六万英尺下面 所以说出动猛型 是有道理的 好 重点他是说 中国已经承认了 我控制不了了 我步入的领空了 所以照道理 他这个中间有很多 外交折冲的机会是存在 因为以前也发生过 这种事情 你像加拿大 不是有个气球 一看气球不受控了 要飘入苏联领空了 加拿大空军很紧张 派了战机 用机枪打机炮打 没把他打下来 可是因为加拿大有这个动作 所以苏联想算了 你真的是误入 你自己就想销毁他了 好 所以说这里面 就是中美世间 有很多沟通协调的 譬如说大家来商量一下 是不是用个什么办法 体面的 但立文哥 你看美国没有在跟你商量 如果他真的设下你的话 1月28号 就直接把你设下来了 干嘛要等你游街 再来示众呢 而且你看 极弱气球 再来讲 如果以美中现在关系 这么样的尴尬 他是要预告你的 但他没有预告 这代表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拜登政府 看起来我觉得拜登政府 是故意的 中国政府是无意义的 因为太丢脸了 而且这个丢脸 不会只有第一次 现在设下来了 而且美国也公布了 他那个海深度 14公尺 很好捞 然后捞回来以后 已经捞回来了 再好好来看看 你妹妹到底 拍了什么东西 FBI然后再把检查一遍 所以我完全可以预测得到 后面还有第二次 游街示众 第二次 捞起来 捞起来的东西 怎样怎样 通通摆出来 然后在国际社会上 再游街示众一次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 沟通谈判 现在一定还在进行中 因为北京 习近平 他要千方百计的 阻止这样第二次 丢脸就对了 好 刚才说的 像这种事情 这种外交的 军事外交这种摩擦 国际上的处理是有惯例的 你要道歉跟赔偿 我刚才说的 中国外交部 其实已经表达遗憾 离道歉 还差一小步而已 遗憾下面就道歉 离道歉就要赔偿 处理费用 包括那个飞弹的 那个费用 全部你中国要付 因为是你制造的问题 所以那个处理费用 还有请注意 这次美国是出动了一个航空连队 战机就有三架 还有侦察机 还有反潜机都出动了 下面还有船舰 所以所有的费用 你中方要出 只要你道歉 美方的意思面子里子都有了吗 他都要 美方都要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处理 才是习近平最麻烦的 好 所以后面的处理 习近平可能麻烦大了 现在面子里子都没了 所以有美中关系专家说 中国正准备开战 真的吗 如果刚刚的说法成真的话 可能是美方 现在准备有所动作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等于是赢了面子 又赢了理智 你看布林肯怎么说呢 侵犯到美国主权嘛 那王毅怎么讲呢 他现在只能讲说 我们不接受炒作 但到底是谁 在后面有所动作 小动作呢 我们请教益川哥 因为这一个很多人说 布林肯因为这个 是相对小的事件吗 延后仿中 这意味着美中政治基础 很不稳固 难以视为是 长期合作的伙伴 那大家这样也说 中国间谍气球 如果飘来飘去的话 蛮不宜可能台湾上空 会不会也有呢 对啦 这当然也可能是 借题发挥 因为现在的天空很拥挤 拥挤 有一个明航机 背3万到4万英尺 也有军机 也有低轨卫星 也有卫星 可是我们天空的秩序 是有人在管的 天空的秩序 是明航系统有在管 国际明航组织 有在管天空上的秩序 可是你说那些威廉上的马斯科 说要拥一万粒起来 又再拥 然后这个接下来 它天空上会非常的拥挤 所以世界各国 大家有没有都有这种 这一个 我们说这气球 你过不一定也有很多粒 对 这一道起来 现在它拌下来 这就是 现在阿公没有那些生人 如果是说生人 说那些什么气象 那很干的 我们像捷运的偷窥狂 捷运的手机 跟偷拍 现在去拌到 他说 没有没有 我是没消息打开 很简单 你就手机拿来 我看看你去到什么 所以现在它拌下来 它上面一定有卫星 上面的系统 所以它怎么拨 就会知道 第一 它传了什么东西进去 就是说 它一台气球 上面一定有什么 主机 有什么可以传的东西 它到底传什么东西出去 传胸皮 传什么数字 美国现在把它拔下来之后 拿来看 全部都知道 脆弹之后 中国就要解释 这是到底什么东西 所以中国现在当然 你像王毅的说法 很简单 他就说 没有啦 那不是我们军方 不要借题发挥 他就说 他现在可能会撒 一般 在中国 一般的民间业者 气象公司 气象局长 对 就是说 他们去 去部位 走我们无关 这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吗 布林肯要去美国 那是说 两个大人要谈判 说 我们让大家合作一下 这次我管 我听你管 结果两边的 阿滴又复杂堂口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大人要出门 要记住 结果两边的 又去杂人家的堂口 这对美中之间的这一种 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的不利 不过这一次因为打下来的这一个过程 他一直都要在美国出现嘛 他一定要拔起来 拔起来 他一直要拔起来 不管你往什么地方 往北极 往什么阿拉斯 要怎么拔 他一定要拔去白鲁国家 还有白鲁国家都没发现 到底是怎么 这可能要 那一粒 球现在打下去了 他所有内地的资料 现在把海底给起来 看得到 他到底是怎么拔 到底收集了什么样的这一个资讯 到底现在中国的这一种气球 到底现在技术进步到什么 到底收集的资讯 跟我们原来的认知 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 就等他们打扰起来之后 就知道里面的秘密 好 请教董华哥 因为最近中国来讲压力蛮大 因为美国的禁令一直一直有 那想说这一次碰面 应该可以拉起友谊的手 但没有想到小手手还没牵扯 现在被打脸了 怎么办呢 他现在说气球就是侮辱 那结果侮辱还不能表示尴尬 现在中国这边说 哎呀我们也没宣布过 我们欢迎这个布林肯来访 但是中国外交部 这个1月才公开欢迎布林肯访中 还有军报对于军用气球的介绍 结果现在就接连被打脸了 很简单 布林肯如果最快2月底 可以再访问中国 那你要不要让布林肯来 那布林肯去的时候 它会不会把目前 这个掉落在这个 这个大西洋的 中国的这个气象 这个间谍界计算里面的 这个设备 你要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拍到我什么东西 这一定有 我先讲一下 这个气球很怪 他刚才董老师有讲 1月28号在阿拉斯加就被发现 对 当时美国为什么不处理 因为他认为说你并没有进到 你可能只在测试我的边防 我讲那气球会转弯 你知道吗 我这个图比较小一点 1月31号 你看一下爱荷华州在这里 在美国中西部 对 蒙特朗在上面 1月31在爱荷华 对 2月1号跑到蒙特朗 对 你从加拿大下来 是先到爱荷华州 那怎么又往北走了呢 往西北 这个气球好厉害 可以往西北走 转弯 大转弯 是风吗 风吹的吗 不知道它是本身 可以有动力系统 可以控制还是怎么样 可以引导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你至少很清楚之后 它从中西部就往 跑到蒙特朗 跑到蒙特朗的时候 是在美国 美国的这个 洲际导弹的这个 部队驻扎的地方 在上面停留 停留之后 再从蒙特朗 再漪落飘 再走 走到南卡维尔乃 到了大气氧的时候 才被F22打下来 对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 如果是气象用 你在那个频流程 你是怎么可以 到了中西部 再往北 是气流吗 还是什么原因 所以是不是它里面 可能有被监控的导航 或者是 也许它有什么动力系统 也许有什么设施 我们不知道 可是FBI一定知道了 对 它现在已经被打倒起来了 你把这个气球打掉的目的 并不是让它破碎 是我要尽量保留这个上面的设备 我知道你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步了 然后它是怎么传输的 因为你拍到的资料 不会储存在那里 一定要同步传输出去 你是传给中国的卫星 然后中国本部再有人接收 好 所有的这些很简单 所有的资料现在在谁的手上 在美国手上 就在美国手上什么手上 所以你这个气球是怎么一回事 你为什么1月31日在爱华 然后2月1号又往西北方向 飘到蒙特拿 然后2月底如果或者3月初 布林肯顺利的到了北京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布林肯已经跟王毅通过电话了 你跟他抗议过这个事情了 两个人要再见面了 在见面的时候 我如果把资料一摊 哇 你说说你要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解决吗 你要怎么处理 谈判的时候 因为美中有很多事情要谈 对 这个时候王毅你要讲什么 所以中国现在更没有教派的筹码了 如果我们注意看中国国交部的那个谴责 他是什么 他是讲美国违反国际惯例 对 他不是讲美国违反国际法的规定 他是用国际惯例 不能用军事武器打这个民用 要打你也跟我说一下 也不用讲了 因为当布林肯告诉你我2月5号不会如期出访中国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国下一步要干嘛了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 在川普担任总统的时候 像这种高空气球跑到美国境内的 有三次 只是没有像这一次一样 你怎么会停留在蒙大拿上空 如果我们再注意看白共的新闻操作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被要揭露的 就是你跑到蒙大拿的时候 跑到2月1号蒙大拿的时候 他就把他揭露出来了 1月28的时候他是在监控他 蒙大拿的时候 当共和党说你为什么把他打下来的时候 他说怕伤害到平民百姓 等到他2月1号跑跑跑跑 跑到2月5号的时候 到了大西洋的时候我就把你打下来 我就把他打下来 所以他基本上有一个SOP在操作的 好 回过头来 你看北京 北京态度要怎么办 因为我跟你讲说这是民有气象的 所以我们才讲说借上上人同样 气象局长 就只好发配到哪里去 甘肃 从北京中央当官跑到甘肃去当政协 就只好这样子了 我跟你怎么解释呢 除非他不跟美国打交道 你如果要再当共和党到美京 就是这样子了 他还能怎么样 好 所以少掉一个气象局长 可能跟去牧羊差不多了 但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陆学者怎么样解读呢 他说改善中美关系 接下来几乎要靠奇迹了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一回布林肯要跟中国这边来见面 白天想说应该可以交好一下的 但请教一下自身哥 现在说只能靠奇迹了吗 是没有错 其实看得出来 这颗气球戳破了美中关系 好像快要回温的那样子的一个假象 就美国这毫不留情面的极弱这个气球 而且看起来 虽然讲说布林肯二月底要 这个可能在访中 可是我查了一下 相关放出这个信息 不好意思 都不是美国人 全部都是中国的学者 所以是中国放出这个消息 算后机会 不离给国二月底会回来 给自己壮胆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就刚刚东老师想到的 我现在打捞起来 如果再把这一系列的情资 相关的残骸打开来看 你中国要什么反应 你中国要不要进一步的道歉 你中国要不要进一步的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军事情收的问题 来进行跟美国之间的磋商 有那么容易二月底就解决吗 所以看到说原来像北大的 这个教授王勇 然后上海复旦的吴新博 甚至还有大家熟悉的 清华的人大的石英宏 都讲说中美关系如果要回稳 可能要靠奇迹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能够左三的下台阶 布林肯二月底之前可能可以来 但是我觉得难度非常的高 因为问题不在于气球 问题在于美中根本关系 结构上面的紧张 让美国在这个所谓 对抗中国的问题上面 它是不会有任何轻易的图示 例如什么 台海就是美中最关键的一个核心 这个是一月底二月初拍到的照片 流传出来的照片 什么在哪里 在我们的苏澳外海 就在我们的苏澳外海 然后考完的来了 这是中国的洞五四A的 宾州舰的飞弹护卫舰 从这边在我们的苏澳海上面徘徊 结果我们的纪德舰 比较近这个 这是我们的纪德舰 我们的纪德舰大概在二四海里以外 就是不让它进到我们的 这个领海极限的范围之内 但是紧盯着这个中共的军舰 那问题是 这样顶盯着就算了 好玩的来了 美军也跟你来了 美军在比较远的地方 也等于美军的 我们的 HP 果然